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的主组叫user01 这个我们没有动 我也建议大家不要动 他的附加组 他的所有组 也说他除了主组以外 没有别的组 是不是 但是我们看user02 这是用户的UID 是吧 这是用户的什么组 主组 主组是不是也叫user02 主组你别动 他的所有组 这后面这个组啊 不是说只有附加组 是他的属于的什么 所有组 包括主组和什么 附加组 好 1010 这是他的主组吧 1004是他的什么组 附加组 那我们再看user03 他的主组是user03 没问题 在这里大家不要误会 前面这是一个用户名 这是个什么名 主名 这个是不一样的吧 尽管名字起的一样 但是呢 是主名 对不对 然后后面呢 是他的什么 所有组 包括他的主组 包括什么 hr和fd的附加组 没问题吗 好 这是关于这个叫什么 指定怎么指定组 是吧 -u -u 这个是用来指定 指定什么 uid 看一下 有些选项可能 有 但是不常用 我们一般像这样 useradd -hap 来看一下 u -u 是uid 是吧 还有小d呢 是指定他的什么 他的加目录 对不对 对 我们加一个用户名 user 004吧 -u 假如说是 2000 当然前列是这个2000 还没有没有被什么 没有被占用 对吧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user user 04 他的uid是2000 对不对 好是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蓝不蓝这个 指定加目录的话 一般情况很少指定 你要指定 这个加目录 你指定的话呢 这个目录不用事先存在啊 加目录都是系统帮你创建的 明白吗 你只要指定在这儿 他就会帮你创建到这儿 大家有应该有印象 我们默认情况下 用户的加目录在哪个地方 在根下的home下面吧 但现在呢 这个我们可以自行的指定 他会帮你去按照你的需求去创建 是吧 好 然后 这个是指定什么呢 用户的show 那一般情况下 各位 我们正常创建的用户 大家注意观察一下 在etca的password里面 正常创建的用户 他的show都是bash 对不对 这个bash我们不陌生吧 我们现在在管理系统 是不是用的就是bash 用的就是show 那一旦 如果我们创建一个用户 叫游泽尔灵解 游泽尔灵解 游泽尔灵用户 我们指定一个show为 sbin下的lologin的时候 这样一个show sbinlologin的show 对吧 对吧 可能各位说这是什么 有什么用呢 对 这个用户我们 专门一会还会 专门一会还会 专门来阐述下这个概念 对 他不能登录 对没错 他没有show的话 就意味着不能够管理系统 知道吗 他远程登录 本地登录都不可以 他登不过来 好 这有什么用是吧 先说一下他不能登录 这个事情呢 我一会给大家还要验证一下 好吧 怎么验证其实也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我现在 比如说我现在给他一个密码 叫做user005是吧 叫123就123 123是吧 然后紧接着呢 我远程的连一下他 连一下那个10.18.40.100 我使用哪个账号连呢 我使用user05连 这样的方式 如果说你不指定的话 他就是以root身份连接的啊 回车 密码了肯定我会输对 123这个肯定不会输错是吧 但是无论怎么样 大家看到他根本就连不上来 他连接被拒绝了 是不是 因为他没有效 对有同学问我说这有什么用呢 没有效不代表没用 没有效的话 他只能说没有资格和没有能力来 连到这台计算机上来管理系统 对吧 但是他可以作为一个 比如说邮件账号 FTP访问的账号 没有吗 他比如说可以访问我的FTP服务器 他可以访问我的邮件 但是他就是不可以什么 来对我这个系统进行 知识划脚或者管理 能明白意思吗 他不能对他进行管理 能不能听懂这个 好 这个我们一会还来再说一下这块啊 就是如果说你不想要用户可以远程通路怎么办 你给他指定一个效尾 我们也可以同时多个选项同时指定 比如说-U 这指定的是他的什么 UID-S指定他的选项 是吧 好你可以根据需要来创建用户的时候 为其指定相应的什么 一些选项 这里面最常用的就是G 大G 另外一个是呢 -S 这个是非常常用的两个选项 一个是大G 一个是-S 对吧 好 刚才我们讲到的是怎么用户 用哪个命令创建用户 UZ-ADD吧 然后另外呢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使用UZ-DEL来干嘛 删除用户 这个也不难 我们现在手上好像有好多用户是吧 好删一个 我们怎么知道一个用户存在不存在 可以通过 不是ID 后面加用户的名字 刚才有个05是吧 这个叫存在还是不存在 存在 这个存在吗 不存在吧 是不是 没有找到用户 删除用户的时候 用UZ-DEL UZ-0-5 这个用户现在已经 删除了 是不是删除了 哦写错了是吧 是不是现在删除了 看到了吗 嗯 但是 我刚才这个删除行为 是没有把它的 加募录删除的 对不对 同样它的邮箱 也在 没有吗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只是简单的 像这样UZ-DEL 后面加上用户名字 是把这个用户删掉了 但是不能够删除它的什么 加募录和它的邮箱 或者邮件位置 是吧 那怎么办呢 -R 到小R 看这里 我们同样要学会看 看帮助 -什么 H H 看看在不在 它的邮箱 还在不在 也不在 所以删除一个用户呢 比较彻底的方法就是杠什么 杠小R 连它的这个邮箱和它的什么 加募录一起删除 -ہ - 不用把它创新出来 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rm-rf 把它的家user05删除 把它的什么 把下的spot下的mail下的user05 删除就可以了 看到吗 因为这个用户已经不在了 看到没有 如果这个用户不在的话怎么办呢 手动去删除他的家和他的邮箱 是不是这样子 好 这是删除用户 能不能看懂这个 然后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给用户什么 设置密码 这个设置密码有两种方式 不是两种方式 是针对两种情况 一管理员可以给任何用户设置密码 就是我们的弱的用户可以给什么 设置密码可以给任何用户设置设置密码对吧 确实也可以设置任何 然后我们的普通用户 然后我们的普通用户 看这里是一个什么方式 是不是dollar 普通用户只能干嘛 用户只能给自己设置密码 用户只能给自己设置密码 因为修改密码 而且还必须提供什么 而且 必须提供原密码才行 这个要复杂一点 这个要复杂一点 看到吗 好我们下面来试一下 我现在给那个 还有几个用户 我们看看 还有yozor03 是吧 你看我现在是以什么身份 给他设置密码 入的用户 我随便设一个都可以 看看 是不是设好了 哪怕这当中没有大于八个字符 他警告我 但是我最后还是成功了 对不对 那普通用户呢 这里有人说怎么去登到普通用户上去 可以可以重新登一遍 你可以注销一下 然后登一下没有吗 你可以把那个整个系统注销一下 然后换什么用户登录 普通用户登录 其实也可以呢 就像我们这样看 再重新换普通用户 哪个用户 user03 at 10.18.40 多少 100 密码 看 各位看登录来了吗 现在是什么账号 你自己看一下 普通账号 后面是写$吧 现在如果他要给改密码 他这样做 他能给user01改密码吗 不行 那他能给自己改密码吗 user03 能不能 不能 就是只有root用户 后面可以指定 用户名 他们这些呢 想改自己密码 这样回车就可以 看到吗 你需要先提供当写密码 如果说错的话 像这样啊 是不是说错了 好 重新来一次 密码 新密码 看 是不是原来太像 我输了两次原密码都不好使 必须满足密码的什么 复杂性或者间装性才可以 所以普通用户要改密码的话 其实是要求比较比较苛刻的啊 这个其实是对的 明白吗 能看懂吗 各位 那同样的一句话 如果root用户想给自己改密码呢 也没必要后面加一个什么root 因为任何用户都可以像这样 给自己改密码 但不同的是 root用户是不需要提供原密码的 直接改新密码就可以 甚至密码可以简单到 对 一位 哪怕一位都可以 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哪怕简单到一位都可以 这是root用户 他的这个特权要什么 要高一些 嗯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看到 这一块呢 只能靠练习啊 这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对不对 好 这块我们看看最后一个 我们怎么去管理这个组成员 也就是说 一个用户如果已经在组当中 如果一个用户我们在创建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很方便的 可以把它加到组当中去啊 那如果一个用户已经什么 已经存在呢 我们怎么把它加到组当中去呢 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好 两个命令 一个叫user什么 mod usermod这个命令 mod这个命令 它是用来修改用户信息的 修改用户信息的 它是用来修改存在的用户 好 我们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我们举一个什么例子呢 下面有啊 这是改他的 改他的什么 这是 把哪个用户啊 这个用户的效 是不是改掉啊 好 大家看 现在 我们看user 03这个用户 是一个常过用户吧 他的效应该是哪个效 对 edcr的password 他的效应该是 并下的bash 是吧 然后如果说我们给他usermod-s s s是改他的shale 其实这个命令和我们的useradd 是一样的选项 好 比如sb下的lowlogin 哪个用户呢 user03 看到了吗 说这么改的就可以了 但同样呢 有一个我们可以改他的什么组 附加组 但是这这三个啊 一般我们改这个用户的附加组 这条命令 我个人不建议用这条命令 就这这三个命令啊 不是说特别建议大家用 这个改呢 怎么改的看 usermod-g 改成什么组 hr 把这个new2用户附加组 是不是改成hr 但他的一个坏处是 他原有的附加组就会消失 除非你改的时候用什么呢 用a 表示增加 就是我 不是说把他原来的附加组给他干掉 而是给他什么 增加一个附加组 其实这个命令非常不好记 所以我在用的时候 通常不用这个命令 我用这个命令用的干嘛呢 最多就是改一下用户的什么 改用户的这个信息啊 改下这个用户的一些效之类的就可以了 一般这条命令 在这我一般不建议大家用 我也不怎么用 所以我用的比较多的是 这条命令 看到吗 他和我们这条命令是等价的 你看 gpassword-a 刚才表示添加 添加jk到这个组当中去 看到吗 这个命令也是一样 你看 添加什么hr组给猪猪 是不是 好 那这里呢你看 我们看啊 现在user user user01属于哪个组 自己看 好 gpassword-a 添加 添加什么优惠呢 user01到什么组 hr组 看成功了吧 如果你再看的话 如果你再看的话呢 我们看到 是不是属于这个组 gpassword-a 有时候不太清楚 到底这儿是用户谜 还是组谜 就到底是先写用户谜 还是先写组谜 看到吗 这边给大家一个技巧 我下面这句话的是非常富有魔力的一句话 你只要跟着说一遍 以后一辈子也不会忘 真的 好 我这样 我先解释一下 钢A表示添加 这个都知道吧 钢D表示什么 钢A表示添加 没错 好看一下 我读完你 你跟着说一遍就行 不用记 就说一遍 看啊 添加什么用户到什么组 说一下 添加什么用户到什么组 所以呢 以后你在写的时候 你脑子里就知道 添加 然后完了以后是先是什么用户 然后到什么 什么组 看到吗 同样下面这句话也是一样 删除什么用户 从什么组 对就是这两句话 OK 那么这里有个大M 看到吗 大M和A有点不同 大M是干嘛的 可以一次性 干嘛 对 一次性呢 把多个成员加进去 可以这样做 其实我觉得意义没那么大 对吧 主要是这两条命令 一个是 把用户 把这个用户 加到这个组当中去 一个是把注注用户 从这个组当中是什么 删除 其实所谓的用户 这块的管理非常简单 无非就是怎么创建组和删除组 怎么创建用户和什么 删除用户 或者是怎么去修改用户的UID GID 或者是呢 怎么把用户加到组 或者从组当中删除 明白意思吗 好 来 最后一个终极的一个东西 给大家看一下 UZ01 先属于哪个组 这样吧 现在我们想把这个用户 从这个组当中删除 怎么删 G 此时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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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用户是不是依然还是属于这个组的 我们打开组文件 看到这个文件了吗 这是个组文件 grove文件 然后这边我们找到下面的哪个组 S 看HR这个组 是吧 然后把这后面的 UZ01 shave加D 删除就可以了 看到吗 再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了 也就是说它所有操作 其实是什么 修改的文件 修改的文件 就假如说我现在打开 那我们这么说吧 我要把哪个用户 UZ02 这个用户的效改一下 按照传统的做法怎么改 UZER MODE-S 改成SBNOLOGIN UZ02吧 其实你可以怎么做 打开用户信息文件 password的文件 看到吗 找到最后一行里面的 这一段里面的什么 用户的这个 shave 改成SBN下的什么 LOLOGIN 就可以 没有吗 就说它实际上所有操作 命令的操作 最后还是修改的文件 那你也可以直接改文件 没有意思吗 所以Linux就是这样的 不像Windows 你只能通过图形化 或者命令行操作 你不能够去碰那个文件 因为这个文件你改不了 但是Linux里面 所有操作 其实最后都是文件 而且这些文件 都是文本文件 就算你命令忘掉了 可以怎么办 改文件去 没有意思吗 好 这就是用户的管理 这块其实内容不多 那我们平时在创建用户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基本上也没考虑过这些事情 知道吗 直接创建就行 也很少使用杠U来指定它的UID 也一般不会去改变用户的什么 加目录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呢 可能最多就是这个杠G 来在创建用户的同时 为其指定什么 附加组 或者是呢 在创建用户的同时 为其指定什么 指定是要 都明白意思吗 好 这块呢 另外 删除用户的时候 可以使用-r来将用户的什么 加目录和它的邮件一块删除 如果真的忘了这么做 忘了删 你也可以通过rmmini 去把它的加目录这个文件 和邮件文件删除 是不是也可以 这个东西不是死的 所以很灵活 对不对 好 这就是关于我们的什么 用户的管理 这一块